横琴与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 是深合区首部的综合性法规 也针对澳门居民在那边生活就业 一个发展两地的融合 作出了很大的正面影响 帮助澳门经济识度多元 和澳门居民更加便利地在合作区里生活就业创业 也丰富了我们一国两制的一个实践 希望我们这个合作区的促进条例公布之后 令到澳门居民可以在深合区那里 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机遇 针对这个合作区的发展促进条例 其实在澳门居民的生活就业这方面 其实那篇幅都比较多 当中有提及到关于澳门居民的一些子女 他在我们深合区里面 去一个教育和就读合作区的学校上 可以和澳门的一些学校在教育制度上 有一个更深入的狭接 其实现在两边的教育制度 存在着一小部分的差异 包括澳门的教育制度 其实它是一个15年的免费教育 现在在合作区那边 它是奉行一个12年的免费教育 所以希望我们在条例颁布之后 亦都可以获得一个两地更好的衔接 令到我们澳门居民的子女 是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些教育设施 除了教育层面之外 他们也很关注一个 如何照顾子女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现今的社会 其实很大部分都是一些双职的家庭 这些双职家庭在照顾子女上 他们有一定的需求 包括一个家务上的需求 所以其实我们在我自己日常工作里面 我们接触了很多的家长 他们都希望是可以将我们澳门一些的 雇佣家庸的一个制度 可以引进去深合区那里 令到我们的家长可以在照顾子女 或者是家务上面减轻一定的压力 希望我们今次这个条例颁布了之后 令到我们在有意向去深合区发展的居民也好 或者已经在深合区生活的居民也好 可以获得一个更便利更一体化的生活体验 亦都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創业就业的机会 感谢观看 来到我们下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